来等一下请你跟隔壁合作一下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共作 如果你这个文件需要跟别人共作的话 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 这里有一个加号对不对 这右上角有一个加号 你点了加号之后把他的电子邮件打进去 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你的 最 首页这边 如果你是教师权限的 这边会有一个新增班级 那如果你是个体户不是教师权限的 这边会有一个邀请成员 所以你在邀请成员这边也可以 把邀请成员 你把这个连结传给他 或是 把你这个邀请代码的连结 把这个东西传到你的classroom 也可以或者用电子邮件丢给他都可以 这是共作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来 请你跟隔壁的你直接用 你刚刚那个档案 然后直接邀请一下隔壁 所以你请隔壁 在这里把他的电子邮件打进去 打进去之后 他就可以进来跟你共作你的文件 你可以试一下 请出去什么意思 你可以在那个 刚刚你那个邀请的人那边把他 做权限的处理 我在 刚刚你不是邀请他进来之后 对不对 邀请进来之后 这边不是会有那个 点进来 这边会有一个编辑权 有没有 这是可以改的 那打叉就是把他干掉了 所以你可以 你把学生都邀请进来之后 你记得每一个 如果你不想给他改 你就把他改成 简式 如果你可以让他共编 那边就可供编辑 如果你觉得不要他了 就把他干掉 这样子这份文件就可以做共作 把画面还给你 那如果你是在前面 加班级那边 你加一个班级 把成员放进来 你就可以派作业 派作业收作业 那或者是发 你的示范的档案文件 讲义什么 新增 团队成员也是一样的方式 你弄一个团队 比如说你交处 就弄一个交处的 以后你在交处那边丢资料 他们都看得到 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处理 现在你可以跟隔壁的试一下 文件工作就好 那你会发现 别人在编辑你的档案的时候 他的人头会在那边 没有关系 也可以 就给他的电子邮件就好 他好像要收信 收信就会知道 他跟你分享哪一个文件 就可以直接进来 你在编辑的时候 他那个人名 会在那边跑来跑去 你就知道说 谁正在编辑哪个地方 对 你要收信 他会发信给你 你要去收你的信 你就会知道 他跟你分享一个文件 从那边就可以进来 你们那个学校的网管 那边有全校 或者你自己应该有 你们班所有人的电子邮件 你可以整批费入 这样 一次把它贴上去就好 不用一个一个贴 一次全部贴上去就好 在刚刚那个栏位一次贴进去 对对对 那你也可以去用 增加班级的方式 或增加团队的方式 这种方式都可以 其实就不用教小朋友 学什么一些那些 其实不用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微软的东西了 因为以前大家见识比较狭窄 不知道说 有那种网路平台 或者有其他软体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的自由软体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办公室文书不是只有Word 还有LibreOffice免费的 什么什么 这很多东西 那有的是基于那个自由软体社群 就是基于 大家都是要学习 要开放 人的智慧是 应该是那种自由的什么 很多社群会有这种信仰 他们会做一些东西大家一起用 就像马斯克 要把他的AI Open出来 对不对 微软不肯 微软我是盈利单位 我要赚钱 但是人家马斯克 你们白 世界首付 我钱够多了 我不却赚这个 大家开 开放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 人类一起进步 就是会有这种人 但是你也不要看 什么都要收费的 你就 就觉得他不好 因为人家也有生理的 生计的要 的需求嘛 对不对 我要赚钱养家 对不对 所以 各有各的难处 那也不是说 我们无条件贡献就比较伟大 这样 你就 你去收信的时候 他应该会直接带你到这个文件里面 你就直接改就好了 你就点进你的文件 你刚刚是从电子邮件进去吗 他应该会直接带到你的 带到文件 带到那一份文件 你是加入学校而已 我刚刚讲的是在这边 直接共编 对 这个加 这里是直接分享这一份文件 如果是加入学校 是没有那个 没有共作 除非你有指定任务给他 然后并且写 可以编辑 对 可以编辑 你未分 他是这一个吗 对 那 他应该有 你就会进去 你就可以改 你可以看到他在改哪里 你可以改他正在看的这一页 他才看得到你的动来动去 你是哪一页 对这一页 你随便随便改个东西 对 你看那个人 有没有 他这里就出现一个人 对 他的人跑来跑去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 达到共编的功能 所以你们在做那个 分组合作学习 或是在演演劇的时候 要学生教一些东西 其实是很方便的 讨论事情也蛮方便的 希望您能给你 能让你 听到